好,喂,那今天主要講的主題是在Renture 2.2上面使用PyPyS號國劇的一些經驗 那這邊是關於我預理的介紹,那我的名字叫Will,那我是原生大畢業,那現在在Line當應徵,那之後可能繼續做下去 然後下面是我有經手過的Project,那這些Project就是一開始從沒有CICT的這個Flow 然後慢慢導入,就是一個連接的過程 然後在下面是工程師的交流服裝,就是Github的連接,有興趣的人可以點一下 好,那大概講一下就是,剛剛來到那一座Intern,那撇除掉SquadMeeting或是開會等其他事情 那工程師通常會陷入在這個規圈裡面,首先是開發 然後呢,在Local讓單元設置,就是下旁邊設置 然後呢,一切存在OK之後,Push Code 最後SSH到VM裡面,把Code Chrome下來,然後Build 然後因為Code會有分別像是Beta或是Staging或是國大學的環境 那像API的,API的櫃子啊,或是一些Channel ID,Token,這些都不一樣 所以要把對應的環境元素都射對 然後View完之後,再把它Service Restart 然後呢,這個時候,如果突然發現API網址射錯了,就開始陷入Debug的循環中 那這是原線的樣子,只要一出示範,一個效果之間 那這是我們想要的,Debug只要喜歡Code,Push完之後 所有這些View的動作都要做我們自動化 那所以我們Push Code之後就可以上設計 就是我們想要改善的,變成這個樣子 那這邊是我們想要解決的一些問題 好,那第一個是,把CiCD的這些所有導入到我們發電商 接下來是ROM單元測試 那這件事情要自動化,所以要再來熟ROM 然後下一個是,我們用一個叫SonarCube的軟體 那它可以去自動化把我們Code抓一些Postmail或是Bot 只要把Code長去讓它Scame就可以 那這件事情要自動化 然後AutoViewAutoDegrade 所以呢,我們從用VM去ROM的Service 然後呢,我們要先把Service打開來 最後,我們中間有過渡到用DarkCompost去解決所有問題 這樣子可以把Compic抽出來 但這樣遠遠不夠 因為當國大選的環境 我們的服務需要的選擇 就是很多台VM,一樣是一台一台進去 用Jung Run,SSH,然後DarkCompost Up,DarkCompost Up 還是很沒有效率 所以我們就導入Gubernetes這一套 好,可以管理的平台 好 那,現在的流程,這是一個完整 我們DevelopPush Code之後 我們用一個叫Zone的圖 幫我們把Code去自動的Pub起來 然後把我們單元測試 推到DarkCompost上 然後做完這些動作之後呢 就我們會去取個Gubernetes 把Image的Tag 把它更新成新版本的Code 所以這邊更新Tag這個動作 後面有個小發令 大家可以自己來用一般的形式 好,那關於設定檔的部分呢 我們會放在Gitter另外一個Pode 那我們用另外一套工具叫TimeShot 那像是API的網址啊 一些環境變數之類的 就放在另外一個是放Configure的Repl 那只要那個Repl有更新 那就用AutoCD這一套CD的工具 去把對應的Service的Configure 更新到NAS裡面 那當然這個Configure的更新 通常不會那麼平凡 比較不會那麼平凡 所以下面這條線 是不會那麼常去發生的 主要都是上面這一塊 好,那為什麼要使用RancherPyfile 因為在Line裡面是有個Pyrate Cloud 那它也是基於OpenSpan 所以就是我們在網頁上I-I-I VN就長出來 那我們就是要基於這些VN 去把Pyfile的價錢 那Rancher這一套軟體呢 它有提供一個叫RKE的工具 可以讓我們在一堆VN上面 很快速的騎一個Cubernetes機權 所以我們選用Rancher 當作我們可以把S的解決方案 然後呢 我們來看上一張Flow 有發現一件事情 我們除了怪Cubernetes 又要裝Draw 又要裝AutoCD 這整個系統就是依賴的這三個component 那我們想要找一個可以 在同一個地方解決掉我們做問題的tool 那Rancher剛好 提供我們可以架Cubernetes的工具 那同時又提供Pyfile功能 可以做好CiCD這件事情 當然它的UI 也是非常容易使用 所以我們在Scale的時候 騎去Web上按一按就可以 可以 那這邊很簡單的來介紹一下 其實我們用RancherPyfile 它可以連動Github Github Github Github等等之類的領域 那我們只要在Github上去 註冊一個OAOS的 伺服器 拿到KiNiD 跟Secret後 來Web這邊填上去 那其實就傳接完了 那不僅是Public的Github 連Github Enterprise也可以 只要把Github的網址 換成公司電腦網址就可以了 好創完之後 到Rancher的跨絕下面 按流水線 再按設置代碼庫 我們所有 我們都在Github上面 看到的REPL 都會出現在下面這個列表中 所以例如 像第一個REPL 我想要把它啟用RancherPyfile 只要在右邊按下啟用就可以了 好 那 相較於JORM 因為JORM這邊沒有提供一個UI 假設我是第一次使用的話 我必須先去看好它的官方文件 然後參考它的文件去把我的營火檔寫出來 那寫出來之後 萬一我寫錯了 也是經歷很多的push code 然後看一下Pyfile有沒有辦法很好 然後這種地方的過程 這樣子我開始設立 在RancherPyfile這邊 我可以在Web上 先用UI把我大概的Pyfile的流程 先解出來之後 只要按存檔 它會付出一個 壓末檔到底的REPL 我們只要先用UI按 再用這個壓末檔 再去桿 這樣其實可以減少很多 再換這個的陣痛期 那 因為時間快到了 這邊我很快要帶一個 那RancherPyfile在啟動的時候呢 其實它用來的一些控制 然後再換一下 第一個是DarkerRishers群 它會幫你在Pyfile裡面 去RancherPyfile的DarkerRishers群 那這個 你可以把你的Darker View好之後放到這邊 但它的D4是沒有PersizeStormVolume的 所以你不小心重啟了 大家不見了 要挖PersizeStormVolume的話 可能要自己挖 然後第二個是Jankins Jankins的話應該就是 整個Pyfile很重啟 下面那一個是Minion 它是一個Object Storage 然後是男孩青春 Pyfile在Rancher的時候 產生一些Viewer 然後Pyfile的主體其實就是 把你定義的Pyfile壓不倒 那Jankins會把它變成一個Kubernetes Drop Summit到你的Kubernetes裡面去執行 那它其實就是在做完這個Darker的事情之後 你的Interview的就完成了 可以看到這邊是一個對照 我上面Run的每一個Pyfile的Darker 就可以對應到Jankins裡面 那Jankins這邊想要拿到 可以連到這個網頁的話 你可能要去Jankins的這個Deployment 找到對應的Service 把他用CodeForward或是把他那個 改成NoCode再去連 帳密場再扛Feedback而已 一樣拿出來Pyfile是Pyfile 就可以成功了 那套用完這套功力之後 也是新的Pyfile Develop就是PushCode 然後RancherPyfile來做完所有的事情 然後我們只要去Pyf上面 驗證 然後我綁號刷新了 那如果有一些 CountryPyf的Word 那一切就完成 這個Pyfile 好 同上時間 這個 因為穿這些CICD的Flow 總是要有一些工具比較好穿 所以第一個就是前面主要 去Pyfile上把Image版好更新的 但他只能用在Deployment 而且是沒有SeiCode 對 好 第二個的話是LineModified的Pyfile 那我這種這邊只要在跑最後一個 浴環的流程之後多一個State 那他其實就可以把浴環的資訊 透過文字的方式發送給你 好 第三個是 像右邊上 是漂亮版本的CICD 還有一種地方 對 好用的話都給你 不好用發P 好 這邊是Rifless 這邊是 今天有提到的工具 那都可以來這邊參考 謝謝大家